Hello,大家好,我是明山 今天我们要讲的主要是这三点 主要是文字的一个路径问题 和文字的多层描边和文字的一个制作 这三点呢,学会了之后 对于我们文字处理有很大的帮助 我们看一下 Driple上的一些字体的处理 学习一下,学习一下,看一下 他们做一些字体 都是在字体上一些变形 比如说像这些,这个和这些 它都是在原有的基础上一些变形 或者说艺术化的处理的手段 像这种,它做的一些很线的一个造型 来做这个字母 像这个,它用色块 或者说,还有一个就是一个简切 这种做的一个动态的效果 所以说不同的字体 不同的字体出现了不同的场景 要根据它的一些具体的情况来应用 我们今天讲的这三点呢 主要是针对我们一些比较基础的 首先呢,第一点就是文字路径的绘制 文字路径的绘制呢 我们是这这几点 文字路径绘制是哪一块内容呢 主要就是这一块 文字路径绘制这一块 我们用的比较多的时候 往往就是比如说做一个 呃,做一个图章吧 做一个图章 在图章上 大字是这一块内容 比如说我们画一个圆 给它描边描一个黑色 另外呢,中间就是白色 空白空白 我们给它选一个文字路径工具 路径文字工具 这样选中 你看它生成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比如说我们再加一个钢笔工具 用一个钢笔工具 给它生成到这边 我们再给它切换一下 切换到边是一个 黑色 填充的是一个 面的话就给它去掉 这样我们给它这样 如果说我们做一朵花的话 做一朵花的形状的话 在这边 把这个切换 编和 编和 面切换一下 这样 这样切换一下 就会 我们调一下路径 它就会根据这个路径呢 来调整一下 调整我们的这一个文字走向 这样我们从这给它生成一个字 这样 如果说做一个图形的话 好比说我们去做一个 让它按照一个三角形的 三角形来走的话 对不起 按照一个三角形来走的话 它就会 让它按照这个三角形走 它就会围绕这个三角形 再走一波 比如说之后 这样 做一些特殊的造型的时候 用的这个比较多 其他的呢 用的 用的也 给你情况来吧 有一些事情 有一些文字路径处理的时候 像这样 这样处理下来 你看 它这样处理 就相对说比较 比较自由 常规的 应该大家都比较熟悉了 就是这个路径 常规的文字 红排了 比如说这样的文字 红排 这样的文字 散 散状的一个文字的红排 还有一个 比如说 区域内的文字 一个红排 这几个 这是最常用的 这个是比较特殊的 这一块黑色 这一块 比较特殊的一个排法 接下来我们讲 再讲一下 第二个 第二点知识点 就是 哪一块 就是这一块 描边的问题 比如说 AIA图层描边 有很多 有很多的 这个字 好比说 我们做 写一个字 用这个字 很大 我们给它加粗一下 用一个比较粗的字体来做 比较粗的字体呢 如果说 这样我们给它复制一层 复制一层 丢到 来加一个边 这样的话 其实它这个边的话 边到这边的话 有它这个边 比如说居中对齐的话 它会比 它会比原先要 占用到里面一块 如果说 你不想被占用的话 往外描边 还是保持外边的是 一个直角的话 这里 要保持一个直角的话 最好就是给它建两层 建两层 让它这一个 描边的话 描边的话 再粗一点 这是居 这是居外 这是让它居外 哦 有点卡 让它居外边 这个描边居外边 哦 对 它已经居外了 直角 我们给它一个 12 你看 它这样的话 也可以再套一层 比如说把这淫掉 这一层再附这一层 Ctrl C Ctrl加F 比如说外层的话 我们给它一个16 16我们给它一层 套一层这样的一个 我们给它拘到底 看到 日本的海报 比较 用的比较多的 这一种 这一种 如果我们给它换成30吧 这样能明显一点 好几层 这样的海报呢 用的 这样我们给收一下 这是直角的一个效果 直角的一个效果 说这样 收一下 这样的是一个圆的 说明我们底下的用的都是比较那个 它用的比较大 现在会这样 24 会这样 第三 这个字的没有变 就相当于给它多叠很多层 第三 那个路径 文字制作工具 好比说我们在一个 框里 在这个框里 在这两个框里要 制作一种文字 比如说就是文字的排版 我们把它焊在一起 比如说在这里 比如说在框里的这些文字 排版一个大小 它就是这样 当然了 也可以这样排的 也不单单是这样排 根据这个图形来变一些 变通一些字的样式 或者字的粗细大小 其实算是这样来排的 就是用字的一个点 拼成一个面 就是这样 比如说我们把 这个去掉的话 把这个外框去掉的话 剩下的这个图形 就是一个T 我们在很多的海报上 用到这种排版 用点拼成这种面 如果大家有不明白的 可以留言给我 或者发邮件给我 我的邮件也在下方 文字的这一块内容呢 差不多就是这样 另外补充一点呢 第三个问题就是 补充一点 前面刚刚讲的这个问题 路径文字的时候 在这里 路径文字 比如说 我们用路径文字 生成有一个路径文字 哦 旁边都是黑的 路径文字 在这里有一个 在这个文字下边 有一个路径文字的选项 路径文字 到一个路径选项的一个 彩虹效果 还是倾斜 这一个预览 还是有一个3D形状 还是借梯形状 重力效果 翻转 机械 机械自动 兼具的话 机械 字母上缘 还是字母下限 字母 这样 它有这样一个选项 其实大家调的 嗯 根据情况来 选用这一个选项 翻转 这一块 行 希望大家喜欢 不明白的 记得留言给我 也记得大家不要忘了 不要忘了关注我 记得哦 下节课见 拜拜 拜拜